孩子为什么不听话第一期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一年级的小女孩小豆豆 很喜欢在看起来很特别的路面上 跳一跳踩一踩 有一次她看到一个土堆就跳了上去 结果那是一个刚搅拌好的混女土 然后妈妈把它拔出来的时候 她浑身硬邦邦的就跟一尊塑像一样 又有一次她看到路面上铺了一层报纸就跳了上去 结果却跳进了粪坑里 小豆豆跟她妈妈保证说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她妈妈的解读是 小豆豆以后再也不跳很奇怪的路面了 小豆豆的解读却是 我以后再也不跳报纸 不跳土堆了 其他还是可以跳一下的 成年人和孩子之间的解读误差也就产生了 在遇到事情的时候 大人不能一味的去数落孩子 或者说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你怎么就是不听啊 而是要去了解孩子的内心 很耐心的听他们讲述他们的想法 并且一起来解决问题 这样以后发生相似的事情 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甚至可以消除一些风险 这是教育博主阿图的生活圈子 我们下期见 拜拜